郭文貴議員 未來兩岸的關係 臺灣跟中國應該加強雙邊的交流 經由交流能夠進而了解、理解、諒解 才有可能達成兩岸的和解和平發展 另外臺灣也應該要積極參與兩岸的交流事務 同時也應該要鞏固我們的國防 只有國防得以鞏固 國家的生存安全才有可能鞏固 未來我們非常期待 能跟國安部各位弟兄 會捍衛臺灣的國家安全 為捍衛臺灣的民族自由發展 以及為了捍衛臺灣的生存 能夠共同努力 近年來海軍克服技術上的各種困難 停泊到安平三港訪問 今年更派遣四艘光六飛彈快艇排法 讓本市的鄉親見識到國軍壯盛的軍容 及高科技的武器裝備 非常感謝